大家好,今天是3月2日,市亦見到有下滑,原因很簡單, 出面的外圍形勢,俄烏戰局和香港的疫情都未能得到解決, 但是我個人覺得,以後還有什麼大壞事件發生呢? 除非俄羅斯扔核彈,如果對於俄羅斯的制裁,俄羅斯勝或贏或輸戰爭, 我相信都要好起成幾個星期後才能確實, 所以市場對現在來說,我估計應該對一些利潭消息有些消化, 接著應該要看美國聯邦儲備屋的加息問題,大家都是猜測少加的, 所以在這點裡面,市場雖然是惡劣,但是可以去考慮, 在今天的行業板塊上,大家看到形勢惡劣,升的板塊是十分之少, 都是跟一些能源類、資源類有關,至於銀行及地產都是不見蹤影, 因此市場是很弱雞的。 恆生指數圖在周線圖上,出現一個很惡劣的形態。 今天,恆生指數正在試,差不多近去年,大致上去到之前很遠的低位。 那裏如果以收市價計算是22389, 如果以最低位計算是22389, 如果以收市價計算是22789, 現在恆指應該是22430附近島上落, 如果要下破的話,就真的無眼看。 OBV你看到,是一直下滑的。 有朋友問一下是港交所, 港交所最近五天都是有資金流出的, 見得到應該是很弱雞。 在周線圖上,港交所已跌破之前的低位 按照量度跌幅,跌穿低於300元 現在的250天平均線,今時計在297元 可以當作297元是支持位 大約是上星期左右,應該是前兩星期六 港交所可以跌至322元 我當時仍是很強調這個位 十分之下跌倒 在周線圖上,OBV在港交所500元高位時已逐漸下跌 即時反映了資金開始流出 如果我們看港交所日線圖 我們看到前一陣子在上破50天線不過 250天線不過 所以反覆下跌 穿低後,見到現在的劣勢 OBV是接著有跌的 港交所未來三年盈利的預期 是11.27元,13.17元,14.06元 不過我覺得這個預期 還在港交所是一個很風平浪靜 未有這麼多惡劣的因素之下 大行所作出的估計 而我覺得這些估計很快 他們或許會要刪除 有朋友問是883,中海油 今天中海油看到有大量資金流入 在周線圖上,中海油已經升破250天平均線 其實是在幾個星期前升破了 現在正直逼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之間亦都開始挑戰之前的高位 如果這個是成二乘乘的項線 若然能夠站穩 如果是在二乘乘乘的遞至二乘乘的上軸 若然能夠站穩 如果是在二乘乘的上軸 若然能夠站穩 這次是在二乘乘乘的上軸 若然能夠站穩 有所配合 在這個日線圖上 我們看到中海油的走勢 似乎是重複以前 數月前,去年十月左右的走勢 升到比率通道上軸 回跌中軸 再上升上軸 一直反覆上升 不過當然,這個上升不可以無止境 大家一定要留心到 若然中海油 日後有跌穿保力通道的中軸 將會下滑 所以,如果有貨的朋友可以繼續持續 只要認真看住 9.2 中海油未來三年盈利 預測是1.63 1.78 1.81 然後有朋友問 這個 是 而現礦能源是11.71 我們看到周線在資金方面 近三天有資金流入 即是今早是特別之多 在周線圖上 在周線圖上 演礦能源 見到它已經升破之前的一些阻力位 大致上是18.2 在周線圖上 如果跌到18.2 如果回跌到18.2 之下 就變成不好 在成交方面 這是演礦能源比較欠缺 成交比較弱 OBV OBV 雖然升 不過如果成交弱 始終是不好 在日線圖上 在日線圖上 和周線圖的18.2 無所謂 即是在這個位附近 在這裏面 演礦的是 雖然OBV升 即是成交未配合 因此 如果有課 可以繼續拿著它 不過要看著 18.2至17.9 至少 金豐李業 朋友問到 1772 近日 資金流入和流出 都比較弱 雖然金豐李業 一直在上升 在周線圖上 也見到微微升破了下降阻力 但是 這是比較弱雞的升破 最主要就是 成交不是可以 OBV 也未見回升 這是一個隱憂 在日線圖上 我們見到 共豐李業 剛剛升破了 250天平均線 OBV 又不太升 所以這個升破 是一個弱雞的上升 對於喉市來說 如果沒有強力的大力上升 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 金豐李業 有破的朋友 要留心 不可以下破 250天平均線 大約127元 這個位置 如果跌穿了 可能應該就需要考慮 要套離 有朋友問 2600中壘 今天 看到有龐大資金的流入 在周線圖上 我們見到 在這幾周中 升破了 再之前的頂位阻力區 大約5.27度 如果是企穩的地方 可以上網挑戰 再之前的高位 大約6.5度 OBV 是見到升的 成交 又好像升 又不是升得太多 所以如果要成交 升多些 這個就可以 很確認得到 升勢 在日線圖上 我們見到 OBV 是上升的 亦都見得到 是它升破了 之前的高位地區 大致上 這個高位地區 如果要下破 5.2 就不好 就需要考慮出波 大行給它 接下來的三年 盈利的預測 是3號9 4號8 和5號 這樣 由於它突破前頂 因此有波朋友 可以繼續拿著 不過要認真看著 5.7 至5.2 這些水平的支持位 今天的推介 就是 這個 是 信義能源 386 今天 稍微有少少資金流出 在周線圖上 我們見到 信義能源 突破了下降軌 和 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OBV 和成交 未見到明顯的配合 周線圖上計 在日線圖上 我們見到 信義能源 第一 突破了之前的下降軌 應該說是在挑戰中 因為曾經突破又跌下來 突破了250天的平均線 成交有些上升 OBV 亦有些上升 在目前來說 只要信義能源 能夠守住250天平均線 並升破了今天的高位 4.35 才可以考慮去拿進去 當然 如果有播的朋友 就可以去考慮 要繼續持播 止蝕位 定起4.2 因為我們在4.3號 4.3號半才賣入 所以就在4.2號止蝕 目前只不過是4.2號 大行給它 未來三年盈利的估計 就是2.3號 和3.3號 有些進步 最主要是信義能源 是受到國家的政策支持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 所有買賣都以10日為一個週期 建議的價格 吸納買入的價格 如果在3天內不到的 就當作沒有建議過 如果買入之後 有到某日的收市價 跌穿了之前3天的收市價 是需要無論贊蝕 都要平倉的 至於 立讀者的股價 在這裡保留有7天 投資是有風險 是需要獨立思考 在這裡保留有7天 在這裡保留有8天 至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